今日依次国股推介,汇丰控股5号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选 原因就是加息预期升温 可以关注本地银行股汇丰 大行高盛说,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 预料联储局加息预测提前7月22号 盛路易斯联邦署被银行总裁布拉德认为 联储局应该尽快结束买债计划 以及以便最早是明年春季加息 摩根大通指出,汇丰上半年英国业务收入占比达到3成2 预期英国每加息25点指 可以推高汇丰税前盈利大约3% 另外,中港通关预期日渐高涨 由于汇丰在香港的财富管理业务领先 若果中港明年第一季可以重新通关的话 汇丰将会受惠 而汇丰的回购计划亦可以支持到它的估值 策略上可以hold住45元附近收集 上网51元跌穿42元就减则 那么60初的话,一只减划渐 Frost 设置�被计划 GoPro 那是讲警的轉発 麵游盾没顺,中文目前八只走 accord富迫三heads 通关颜期日游尽 原训多— 快点划人 决定取 Maria 但可能刚有往中有 日期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